议会轮摩铁,女职员藏逃犯81天 竟有这种烂人,把唐唐县议会研究室当成私人泡房,还沾沾自喜 38岁通气犯简俊平,去年底和云林县议会26岁林姓女职员交往 依女方建议在议会里夺警察最安全 竟安排她明目张胆搬进议会研究室,常住81天 两人还几乎天天在里面清热,把议会当摩铁 但本周三,女职员甩了她,她心有不甘 竟拿出两人亲密罩,自爆此事 有枪炮,伤害,过失致死,和流氓管序等前科的她 昨晚已向警方投案 简俊平向苹果表示,自己因设计打伤 嘉义县中浦乡名代表公良荣,被判刑五个月 为盗案服刑到同气 去年10月,她透过脸书约林姓女职员吃饭 两人当晚就同住汽车旅馆开始交往 女方之后提到,警察不敢到议会抓人 她认为有道理,先透过关系 向议员翁水上借助研究室 几天后又搬进女职员的702室 这段时间,女方上班都用LINE和她聊天 下午四点多,就到研究室找她亲热 几乎天天如此 但本周三,女方突然提分手 她被迫继续跑路 出地都自由就对了,有关职,有保障 没有,有经营,我都有定习出地 你住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你餐饮在里面是怎样 她自称和女方交往期间 帮对方付卡费和电话费花了16万 但最近怀疑女方令结心欢 女方坚称没有 却以每天做爱太累为由要求分手 她心有不甘才爆料 苹果昨天到云林县议会查证 灵性女职员不在座位 她担任议长基要秘书的父亲表示 昨天才知道通气犯住进研究室 但每间研究室只有一张感应门卡 702室门卡她一直戴在身上 他怀疑简俊平拍下的感应卡 是有人遗失在补发的卡 至于女儿是否跟通气犯交往 她则说是女儿私事不便过问 女职员昨晚受访时强调 简俊平说法对她造成很大伤害 她并透过脸书怒呛对方 就是一个吃软饭的无赖 从认识到现在都满口谎话 是个只会拿女人钱的废物 云林县议长表示 从地下室车库进入后 可搭电梯直搭各楼层 不用经过一楼警卫 这个部分却有舒适 软向研究下去 这样子对女人的整个形象 不好 这个一定要真好 律师则强调 若女方知道男子遭通气 人提供研究室攻躲藏 就涉及刑法 藏匿人犯罪 最高可出两年图刑 栋新闻综合报导